来自海端乡的布农族人演唱传统歌谣 现场歌声相当震撼 这是他们从台东海端坐车来台北 与世兴大学共同合作录制的新专辑 除了在练唱过程中 其劳不时告诉孩子歌谣故事 祖先智慧 曲目也结合流行音乐创作 这些孩子们将在七年七月 前往美国新维吉尼亚州 再度参加四年一度 世界同军大陆影活动 展现来自台湾布农族的最美声音 目前那个腔掉了血 因为现在都是比较听流行乐 但是跟着老人的时候 就是比较会知道那个 比较了解故事 然后那个情境就会比较容易出来 那我们希望我们也可以 像2015一样 就是边走边唱 让大家听到我们的歌 也非常的激动跟感动 那我也是希望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的主人的小朋友 多一点机会跟世界接触 培养更强大的一些自信 不过由于旅费高达800万元 他们也很积极的在各平台进行募款活动 目前已经有500万元经费 那目前其实有很多社会热心的人士 还有孩子自己的存钱 家长的存钱 我们慢慢的朝这个旅费 这个旅费 慢慢朝这个目标再努力 以传承与跨界作为专辑名称 成员从16岁到60岁都有 录制布农主鼓调 也运用了流行音乐创作 让专辑音乐 元素内容更丰富 气浪们也警惕布农主孩子 不要遗忘了布农主歌谣 保有自我文化核心价值 原始新闻 古宋已故 台北市采访报道